為現任澎湖縣議會 第二十屆議長 從即日起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八月七號起辭去上述議長之職務 澎湖縣議長國民黨籍劉成 招齡七號議會臨時會突然宣布請辭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這裡結束 垂敲三下自己終結自己的六連霸議長 紀錄縱橫澎湖政壇四十多年劉成招齡 因涉及貪賭收賄一百七十六萬 及人事官說案 進澎湖看守所 積壓長達四個月 七月五號才以千萬元 天價交保 趕上臨時會 重掌意識錘 竟是跟在場議員說再見 其實我們國民黨人多餘的 還是希望說 立場能夠繼續來領導 領導這個議會 同黨議員 不僅口頭未留 還連署勸阻 企圖以報導人數不足 劉慧 希望劉成招齡不要辭職 但他去意甚接 當場宣讀辭職書 事發突然三十天內得補選議長 藍綠兩黨也開始規劃人選 現已副議長藍凱元呼聲最高 搭配人選 更讓外界矚目 澎湖縣正式進入新時代 儘管請辭 劉成招齡 長達四十多年地方影響力 依舊牽動明年選情 三新聞 溫婉瑜 澎湖報導